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Elon Musk教你十个生产力秘诀 第一集 我读了Elon Musk Tesla Space Exchange The Quest for a Fantastic Future一书 详细介绍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梦想家之一 伊隆马斯克逐梦道路上的跌宕起伏 我们还可以了解马斯克推崇的职业准则 以及他保持高效工作状态 经营多家企业的秘密 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将它保持高效率工作的秘诀 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 以下就是伊隆马斯克保持高效生产力的十大秘诀 另外随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秘诀的建议 Table of Contents 秘诀一 一天的开始先处理关键的工作任务 秘诀二 利用反馈循环 秘诀三 依据第一性原理进行推理 Image Credit SpaceX 秘诀四 采用异步通讯方式 秘诀五 善于沟通 Image Source TED Talk 秘诀六 多任务批量处理 秘诀七 制定详细而又具体的每日时间安排表 秘诀八 利用延伸目标 秘诀九 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 秘诀十 培养广泛的知识面 Image Source 秘诀一 一天的开始先处理关键的工作任务 伊隆马斯克同时担任特斯拉 SpaceX和Neuralink三家公司的执行长 显然每天都有很多工作等待他去处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每一天的开始 他都会先处理最重要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他需要先去回复一些重要的电子邮件 因为只有得到他的回复之后 其他人才可以推进下一步的工作进度 通常来说 马斯克会在早晨七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回复重要电子邮件这项工作至少需要半小时的时间 在这过程中 他会认真筛选邮件 提出不重要的讯息 只关注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用他自己曾在南加州大学毕业典礼上说过的一句话 来形容这个特质最合适不过 专注于讯号而不是噪音 如果你要做的这件事没什么用处 那就不要将时间浪费在这件事上 如何应用这个效率秘诀 找出当天需要处理的最重要工作任务 首先解决这些任务 这些任务应该是能对你的工作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件事或者几件事 例如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写出精彩的内容 所以新一天的开始 我都会先坐下来 让自己写点东西 至少在写出一千个单词之前 我是不会齐身处理下一项任务的 那么你最重要的任务又是什么 你可以利用八十二十法则又称二八定律 最重要的事物只占一小部分 约百分之二十 其余百分之八十尽管是多数 却是次要的来锁定最重要的那些任务 并养成先处理这些重要任务 而后处理次要任务的习惯 秘诀二 利用反馈循环 对于马斯克来说 每一天的日程安排都非常紧张 他经常一天要去往不同的工作地点工作 因此 他也在不断尝试优化对于时间的利用 虽然他坦言自己没有读过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书籍 但就如何优化时间管理 他给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创建反馈循环这个点非常重要 这样你才会不断思考自己做了什么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条建议 那就是不断思考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得更好 不断地质疑自己 马斯克不仅会创建自我的反馈循环 也会寻求来自他人的反馈 他敦促企业家最好能参考外界的负面反馈 虽然一开始 这些负面反馈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扰 但通常 最终你都会受益良多 为此 马斯克也大力聘请各个领域能够为他持续提供 真实反馈的优秀人才 以缩短反馈循环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推进各项事物更快地落实 并且不断地完善产品 如何应用这个效率秘诀 马斯克这个生产力秘诀的独到之处 在于它不仅适用于你的职业生活 也适用于你的个人日常生活 你可以将团队人员召集到一起 征求他们关于特定产品 功能 管理方式 业务流程 或者目前你正在尝试改进的任何项目的反馈 不要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告诉我你不喜欢什么 当然 你也可以将上面提到的团队人员换成你的朋友 同他们一起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 虽然有些时候他们给出的负面反馈也不仅是正确的 但你要知道他们也只是想帮助你 都是出于善意 秘诀三 依据第一性原理进行推理 第一性原理是指一个无法从其他任何命题中推导而来的基本性假设 不能被省略或删除 也不能被违反 从物理学角度去看待世界 强调独立思考 是用来解决复杂问题和生成原创解决方案的最有效策略之一 马斯克喜欢根据第一性原理 而不是类比例如以前的经验来进行推理 因为这样 他就可以从头开始构建其他的推理 你需要关注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并据此构建起你的推理 然后看你所得到的结论是有效还是无效 这个结论可能与人们过去所得出的结论相同 也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不论怎样 能够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有一定难度的 接下来是马斯克本人 在解释第一性原理时提到的一个例子 火箭是用什么制成的 宇宙级铝合金 再加上一些钛 铜和碳纤维 然后我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这些原材料在商品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 事实证明 一艘火箭的材料成本大约是其平均价格的2% 所以马斯克并没有耗费数百万美元去购买火箭 而是决定以低价购买原材料 并在自己的公司制造火箭 就是这样 SpaceX诞生了 如何应用这个效率秘诀 第一性原理能够帮助你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所在 你必须将这个问题拆分到基本元素层面 要想应用这个思维模式 你可以遵循以下这三个主要步骤 找到并确定当前的假设 遇到问题时 记下你对这个问题当下的假设 将其分解到基本层面 找到问题最基本的事实或要素 用马斯克的话来说就是 将事情归结为最基本的事实 这样就可以说 好吧 我们所确定的事情是真的 然后再据此进行推理 创建新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遵循上述两个步骤 对问题进行料解构和剖析 那现在你就可以从头开始 创建新的解决方案了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马斯克关于第一性原理的思维和推理方式 那你可以参考 The Cook and the Chef Maskest Secret Sauce一文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 秘诀四 采用异部通讯方式 从我们上文所提到的第一条效率秘诀 你也可以看出 马斯克更喜欢用他自己习惯的方式 也就是电子邮件和档案形式来进行交流 而这两种通讯方式都属于一部通讯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喜欢电子邮件通讯方式 只要可以 那我会尽可能尝试一部通讯方式 因为我真的很擅长通过电子邮件来进行交流 他还通过使用一个匿名的电子邮件地址的方式 确保公司之外的人很难通过邮件联系到他 这也让他更加专注于自己公司的一些实际性工作 如何应用这个效率秘诀 进步来自于专注和执行深度工作 这就意味着要尽可能地采用异部通讯和生活方式 将同事的干扰降到最低 以下是有助于你应用这个效率的三种方式 按难易程度排序 关闭电子设备通知 关闭手机 电脑和您使用的任何其他电子设备的所有通知功能 如果事情紧急 那他们会打电话找你 拒绝参与会议 除非这次会议有明确的议程 并且你对其有明确的预期 否则不必去参加会议 如果可能 采用电子邮件方式代替会议 远程工作 嘈杂的公司办公环境会让你分心 而在家工作环境一般都比较安静 如果公司不支援远程办公形式 那你可以要求拥有一间个人办公室 尽量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干扰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工作 取得进步